小朋友上学雨伞被风吹到哪不稳 还有人下车后撑伞雨伞直接开花 小选台风直铺台湾 5号全台18县市都放台风架 唯独北北基淘正常上班上课 就有民众抱怨 桃园是今年唯一没有放到台风架的一个县市 有网友在PTT上写道 每次放假都没有桃园的份 北北基放假说桃园不属于一部分 现在苗栗放假说好的桃竹苗一起放呢 桃园人到底属于什么生活圈 文章一出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开玩笑的说是独立生活圈 和不放台风架的生活圈 个人反驳说这么想放不会自己请假 对此民众的看法也很两极 因为都是临近啊 风雨也差不多啊 所以你觉得不公平桃园也要放假 对对对 你觉得桃园今天应不应该放假 应该 为什么 因为风雨很大 这是那个新竹放啊 然后看那个台风的那个图啊 就感觉那边也不需要放 他总往那边放个桃园那边放 我觉得还好耶 还好 对还是要看实际的状况 吃牛肉面就是要搶辣椒 台北市这次也没放台风架 市长蒋万安四号在脸书发吃牛肉面的影片 市民纷纷在底下留言 雨都下成这样了 还有心情吃牛肉面 甚至有人很酸 一直以为市长很帅 没放帅度不见 今天放台风架真的很久没放了 所以其实今天还蛮开心的 赚到一年 莫坚峰真的很大 苗栗人很开心 睽違了五年 终于等到台风架 而另外新竹也睽違了一千四百六十六天 终于放假 邻近的两个县市都放了 也难怪桃园市民会不开心 参加新闻 神明体张玉杰 张浩义黄是函 桃园新竹